今天给大家唠一波武将插画 有人说这个三国沙的插画永远低深 就你别管技能这方面设计的怎么样 这个三国沙在插画这方面是业界顶尖啊 你要黑我们大三国沙的插画 那我就不跟你嘻嘻哈哈了 确实啊 三国沙绝大多数的武将插画水准都是非常高的 无论是艺术性还是历史结合度都拿捏的非常到位 但是难免也会有一些翻车的例子 其中翻的最狠的当年的老玩家应该都有印象 就是这个国战的周瑜小桥 这两幅插画牛逼啦 大名鼎鼎苍月白龙苍老师的旷世巨作啊 完美的将自己内心深处细腻的情感 表达在了这两幅插画上面 但是我没想明白 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日式哥特暗黑画风能出现在我国国民现象级游戏三国沙上面 可能这就是对艺术的致敬吧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就来好好的品一品这个小桥啊 首先就是这个姿态 这个姿态直接就封神了 就完美的传达了人类最本真的情感欲望 对摆脱了传统艺术的一种普遍性和乏味性 最关键的是啊 这个小桥的姿态和这幅三次元写实大作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对 芙蓉姐姐你是嗨不动的 其次就是这个脖子上挂的圈圈啊 说实话 这个圈圈以我现在的阅历不太能理解 主要是没有接触过 这个艺术我一个21世纪的现代人都没想明白 你周瑜小瞧这对三国的夫妇就想明白了 这思维可太超前了啊 不愧是东吴大嘟嘟啊 玩的挺花的 然后说宫景哥哥 我不理解 一个堂堂七尺大男儿 为什么要劈头散发的搁着伸手是干嘛呀 这穿的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跟个圣斗士似的 然后还有一重 眼影 牛逼 恕我才输血浅啊 我一点也没有体会到大嘟嘟的英姿 就只有猥琐 还有这个飘的鸡毛啊 也是很神奇的 是为了渲染什么情景吗 加个鸡毛 你们两个的这个行为 就会变得神圣起来吗 显然不会啊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 再去看这两幅插画 也还行吧 反正是比什么武将技能 更让人接受一点 不过就这 当年的什么微博 什么论坛啊 都炸锅了 直接有开喷的 什么烧卡的 什么抵制三国插国战的 现在想想没有必要 因为啊 后面离谱的事还多着呢 这一个翻车的小插画 算什么呀 对吧